5月31号 在北京盛大举行一场时装秀 扎堆亮相的女神 绝对能让粉丝一薄眼福 身为形象大使的周旭 一身蝴蝶结装饰身微上衣 搭配黑色阔腿裤亮相 女人味十足 红毯上俏皮会卖萌 再看看这一头遮住眼睛的齐柳海 也是够吸引眼球的 就挺好的 因为也是她正好长到这 所以就让她这样这样 还挺嬉皮的 当然 说到周公子的近况 大伙最关注的 还是她的心系如意传 不知道筹备的如何了 如意传拍得怎么样啊 8月才拍呢 有些人在这忙什么呢 再要进入如意传 而比起周公子的俏皮劲 身穿白色衬衫浅棕色 泥子长裙的周运 扎着一头鞋与骨片 妥妥的古典美 比起周运的优雅亮相 李宇春的皮鞋长裤 搭配黑色皮衣 和白百合的黑色裙装 就凸显着一个字 帅 当然了 走秀再美 白百合也忘不了 六一儿童节 要好好犒劳一下儿子 六一我儿子不放假 放假 对 就放了学再玩吧 同样身为辣妈 姚晨的登场绝对够闪亮 还有来自韩国的宋慧桥 白色短裙搭配花衬衫 尽显端庄优雅 而酒味露面的目光女 克里斯汀斯托尔特 则选择立身黑色抹胸短裙 满满的性感藏不住 云浪梦长北京采访 感谢观看